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强化苗栗县救灾效能 两台全新的灾情勘察车 一台帮扑车是正式的加入竹南大湖消防分队的救护行列 此外呢还添购了空拍机 有利于科技执法救灾 而这些消防利器是来自于正觉教育基金会的慷慨捐赠 启动灾情勘察车象征启动任务 更代表苗栗县消防救灾再添生力军 获得正觉教育基金会的善心捐赠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叶财医前政长他的牵线 今天来了非常多的民意代表还有我们方政长 每每这个消防局消防队有人捐车的时候 当然各级民意代表非常的热心 我们还需要感谢这个权政单位 毕竟这个社会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佛教正觉同修会与竹南结善缘 多年来帮助弱势 这回得知消防局需要更新设备 慷慨捐三部车辆 也赠送空拍机 有助科技执法救灾 跟竹南这边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就主动来询问消防局这边 有没有救护车的需求 那他这边说目前没有救护车的需求 那可是有救灾车的需求 这个也是社会工作 这个安全工作一环 那我们能够捐这些救灾车辆跟设备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宗旨是完全吻合的 那我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全新的Bump车还有两台的灾情勘察车 四轮船动勘察车优先给山区的大湖消防分队使用 其余两台加入竹南消防分队 我们配发给大湖分局泰安辖区 因为他们比较适合四轮船动的地区 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部那个后勤车 那后勤车就是一个 就是那后勤车它后面是一个高压伸缩的 那适合让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无人机呀 或空压机呀等等载具 直接载到后勤车可以运送到我们的救灾区域 不论是都会或是山区救灾救护 善心捐赠增加新的设备 透过民间资源持续保障苗栗鲜明的生命财产安全